上周以美国洛杉矶六奇乐园内木制的巨人云霄飞车发生了火灾 该云霄飞车因改装的缘故之前已停止营运约三周 预计改装为铁购与木材混合的新设施名为扭转去人 根据当地电视台报道 承包商当时正在用加热式器具拆解云霄飞车的轨道 而于下午1点30分左右引发火灾 目击者由远方拍下了这有36年历史的云霄飞车熊熊燃烧的画面 消防队员于30分钟后将火给扑灭 但详细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六奇乐园表示 此次翻修将使扭转巨人成为全世界最长的云霄飞车 而此次火灾对计划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此设施估计将于2015年与游客见面 一大段悬空的轨道从远处依然清晰可见